中国疫情升温 台湾也受到影响 因为很多的人买药送给中国的亲友 所以也出现了退烧药的抢购潮 食药署跟药师工会讨论库存的整备 经过了会议之后 发现目前以兴安分的原料药有10个月的库存 成品药有5到6个月的库存 所以暂时不考虑实施限购令 现阶段就药厂端他们说的 不管是在制剂或原料药的库存都是充足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它的原料药有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我们都一直跟业者说 你们要增加原料药的备源 就是不要依赖单一的来源 这样风险很高 那我们也会以区块的时间 协助他们在原料药增加备源的这一块 好 食药署强调 目前药品的供应端以兴安分的库存是足够的 药局端也只有特定品牌的退烧止痛药缺货 其他的厂牌还是供货无余 所以不会限制民众购买 另外药师工会也自发性的规定 民众只要购买8盒共80克的退烧药 就会通报异常购买 那么食药署表示这个策略不是强制的措施 如果碰到大量购买的民众 药局还是要以柔性劝导为主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